预防孩子近视,家长要牢记这五大建议 现在近视的发病率越来越低龄化 大部分的近视是因为没有好好地呵护眼睛 以及长时间用眼,导致眼睛疲劳所引起的 只要做好这五点就能够预防儿童近视 其中最后两点最重要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的健康问题 首先要端正坐姿 孩子平时写作业或者读书的时候要注意 眼睛离着书本至少30厘米距离 及时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 如歪头平躺、黑暗或者晃动的环境下读书写字 然后要控制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 家长要做好监督工作,控制时间 同时要调节屏幕的亮度 孩子的眼睛和电脑的距离至少要保持70厘米左右 玩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最好不要让女孩子留长刘海 不少女孩子未来能够让脸蛋变小一些 会留长刘海 却不知这样会影响眼睛的视力 如果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就会引起进食 所以学生时期尽量把刘海扎上去 第四是要为孩子补充足够的允养 为了让眼球得到充足的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应该合理的搭配饮食 多吃富含维生素A、叶黄素 以及矿物质丰富的蔬菜和水果 注意不要食用过量的糖 另外也要多吃奶类、瘦肉、鱼类、动物肝脏等 最后是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 之前的视频已经提到过 在光线的作用下 神经组织会产生多巴胺 多巴胺可以防止眼周的增加 从而预防进食 所以平时可以多带孩子户外活动 但也不能让眼睛直视阳光 不然会伤害视网膜 我做科普19年了 感兴趣的朋友 点赞关注加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健康知识